好 接下来登场的这一组选手 就是在今年的花式滑冰双人滑冰项目当中 拿下金牌的选手 Candy Danny John Coughley 两个人搭档不到十个月时间 就在全美花式滑冰锦标赛当中 拿下金牌 我们来看他的表演 我们来看他的表演 看看双人滑冰的金牌选手 是会做出什么样的一个 在表演当中会不会做出一些比较精彩的高难度动作 走后这一次的空中抛准 结果Danny不小心摔倒了 当然Coughley很快的下跪道歉 其实说到这两位选手 在过去这两年美国的花式滑冰双人的项目当中也都拿过金牌 只不过拿下金牌的前两年他们拿下金牌的时候 都是搭档其他的选手 像是在2010年 像是在2010年 Danny搭档的是Jeremy Barrett 2011年Coughley搭档的是另外一位Yanko Waska 基本上可以说最近这三年在全美花式滑冰的双人滑冰项目当中 你都可以看到 这两个人 其实说到双人滑冰在空中的一些撑举还有跑转动作 其实不管是要保持平衡或者是在空中落地的时候的一个姿势 真的都非常的难度非常的高 Foffey和Danny在最后的自由自选花式 也就是长曲项目当中表演是接近完美 最终是拿下金牌